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4日星期三 這節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上水的青河村出現雙屍岸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廂也說近期的必利桶被人炒至天價 屯門出現了良心藥房 情況如何 買了多少錢的必利桶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邊廂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上水青河村上屍岸母親回到家揭發 22歲的女兒和另一名女子倒閉在家裡 報道的內文感嫁上水青河村發生傷事案 在今天下午5時多 警方接獲上水青河村清平樓一名女子報警 發現她的22歲女在住所裡和另一名同為22歲的女子 昏迷倒臥上子 於是報警 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兩人當場死亡 案件交由大報警區重案組跟進 據了解報案女子和女兒同住上子 今天回到家時發現女兒的房間門鎖了 沒有人進門 進去後發現兩人昏迷不省 現場消息指警方在屋內檢獲遺書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今天在上水青河村發生這宗傷事案 兩名死者的年紀很輕 都是22歲 據報現場有檢獲遺書 情況仍有待進一步的資料披露 希望死者安息 亦希望相關家屬節哀順便 另一宗消息根據HK01的報道 屯門有良心藥房 正價75元賣必利痛 孝順女排隊為母親買藥 心還捕捕跳很興奮很緊張 因為必利痛在市面曾經炒到798元一盒 報導的內文提到本港和內地疫情持續 近日必利痛揭起搶購潮價 多間藥房缺貨 或者炒到幾百元一盒都有 屯門一間藥房在昨日網上發帖文指 在今天1月4日下午3時以正價售賣特效必利痛 HK01的記者今天到場試測 開售前已有約某15人排隊賣藥 幾乎排隊尾市民說她的母親經常頭痛 急需止痛藥 但又不願意用炒價來買藥 就說天價太高了 真的買不起 寧願去看醫生吧 看醫生比買必利痛還便宜 幸好她最終如願買藥 直呼心還捕捕跳 很興奮很緊張 本港多間藥房或零售店的必利痛被搶購一空 有藥房更加將50粒莊特效必利痛炒高到798元一盒 屯門一間藥房今天下午3時以正價75元一盒 出手30粒莊特效必利痛 一人行買一盒 雖然數量有限只提供15盒 但早於2時半左右已經有約某15位市民到場排隊買藥 藥房店員黃先生說藥房一向都是良心小店 希望能幫助街坊 以往疫情嚴重期間酒精並非用炒價發售 因此這次亦一樣 黃先生說如果有貨或拿到甚麼貨賣就照賣 並會在Facebook發帖文通知客人 他亦說能夠用75元出手必利痛 是因為拿到正常的價格 又說貴來貴賣都會 現在廠家都沒有貨賣 造成像去年必利痛這樣也是多人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果然是良心小店 之前在Facebook有鐵文提醒屯門區的街坊 提醒相關的藥房內貨價是怎樣 大概是怎樣買出街 不抬價 希望其他藥房都可以效果 始終是那句做生意要賺錢 絕對明白 但必利痛若仍要買到798元一盒 就是無良的奸商 另一邊商亦說說市面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零售管理協會說 估計去年零售銷售增長持平 通關不等於生意即時恢復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本港去年11月零售銷售按年跌了4.2% 年升兩個月過後斷纜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休安而預計 去年11月和12月零售表現按年持平或下跌 去年全年將會錄得持平或輕微跌幅 他指出去年12月聖誕節和即將來臨的農曆新年 受訪大部分會員反映 港府大幅放寬防疫措施 對生意和市民的消費意欲全無幫助 近半受訪公司指去年12月銷售錄得介乎 單位數至低雙位數的升幅 但超過一半公司持平或下跌 形容以聖誕和元旦傳統旺季來說 情況非一般 但整體表現仍較去年是11月提升的 和內地通關方面 會員普遍對上半年通關推動銷售 抱下這個審神看法 主要是由於國內消費疲弱和各地疫情仍在爆發 相信需要一段時間內地旅客才會來到香港正常購買 他又說有業主在政府宣布通關過後 立即和租戶接合、簽場租約和加租 他指業界仍然非常擔心今年上半年的情況 通關不等於生意會即時恢復 呼籲業主體諒感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通關不等於生意會即時恢復 這是來自零售管理協會的最新觀察 甚至是政府大幅放寬防疫措施 對生意和市民的消費意欲竟然是全部幫助 去年12月銷售錄得介乎單位數左右的升幅 這個情況若然持續的話 香港的經濟是難以扶持的 都是比較實際的 2月財政預算案若然能派錢及時的話 才勉強能夠有少許幫助 另一邊雙亦說說治安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天眼直擊行仔鋪尼奇道涉案 涉案的賊膽敢在市主面前拿手機 符碌得手的真相曝光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有涉策在上星期走過行仔鋪 光天化日下在市主面前拿走手機 竟然神不知鬼不覺 這宗看似匪夷所思的尼奇盜涉案 在天眼影片流出過後真相終於曝光 事件發生在上星期二的12月27日下午2時半左右 市主是一間行仔鋪的東主 他被人偷走一部手機 當時手機就擺在市主面前 天眼影片長約二十多秒 見到一個揹著背囊的中年男子 走過行仔鋪 鋪裡只有東主一人 他走近東主 視察過後就順手牽揚 納走擺在桌上的手機 偷攝過程非常利落 完全未有被發現 天眼影片解開了攝拆 竟然能在市主面前成功得手的真正原因 網友紛紛直斥這個攝拆行為 要求警方跟進 偷攝的行為太大膽太可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不是開玩笑 在你面前說偷就偷 大膽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賊仔手法相當利落 結果那個市主要看回閉路電視 才知道自己的手機為何被人偷了 另外亦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先島日報的報道 葵聰行景花園信箱經驗粉末信 爆炸品處理貨到場證實沒有危險 報道的來文是葵聰榮方路9號行景花園 一名男子今天下午3點多打開家裡的信箱 發現有一封不明耐力的信 感到可疑於是拆開 怎料信中有白色粉末 大驚報警警方爆炸品處理貨和消防等接報道場處理 這類怪案 收到信封 信封中有粉末 於是男子大驚報警 證實虛經一場 我是葵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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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封 Tel 感谢观看